10月15日,熊大林在香港京中出席美容品牌祝节晚会 熊大林之言因为有培阅员和婆婆帮忙照顾宝宝 现在可以全面付出工作 但她打算尽量选短期的工作 因为她会想念两女儿 因为始终自己觉得还是工作会让我更有满足感 那虽然宝宝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同的范畴嘛,希望可以兼备 暂时都是像是香港啊,内地啊 或者是其他比较近一点的地方 还没有去到特别远的地方 当然了,好像现在我就 因为晚上的话睡觉他们会比较黏我 然后我尽量都是陪着他们 把他们抱到床上陪他们入睡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就很想赶快回家 然后陪着宝宝一起睡觉 至于自己因抱小孩而得了妈妈手 她就少言已经康复了七八成了 表示始终宝宝越来越大 用的力也越来越多 她又自嘲当妈后身材很胖 当然当然,你说怀一个的话 已经是会胖二三十磅了 那我是两个真的胖了五十多磅 那我没试过这么胖过 所以好多衣服穿不下 所以要逼着自己去减肥 所以现在一直在健身 然后还要配合做一些美容院的救生疗程 所以才会瘦得比较快一些 她孝子甚至连自己记性都变差了 已经不太灵活了 现在记事情就更容易忘记 老公告诉自己的事情 过了两天自己就要再问她 问到她返为止 她又透露除了工作和健身 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家里 因为想多陪俩女儿 非凡娱乐 香港报道